好,這條影片很快就講一講這支新的Sony 20mm F1.8 G Lens 快,立刻,去 其實20mm是一支很廣角的鏡頭,即是很廣角的 不過我想說的就是它廣角不算是太瘋的廣角 即是20mm你基本上還可以當它是普通鏡頭用 你普通就這樣戒拍,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例如你用16mm那些,16mm就要小心很多 即是比較難用,比較是你要想過有些東西 即是我覺得,你有些東西是刻意用16mm去拍 但20mm你可以拍很普通的,只不過它是廣角的 它不會變形得那麼重要 留意這麼廣角的鏡頭,如果街拍有時要走到多近才拍到 這支光圈1.8 話大不大話小不小 但就算這個距離,也拍到有一點點淺景深 令照片有點立體感 第一支20mm Sony 終於推出了20mm 我想上幾支都是第一支Full Frame 的20mm 之前如果你想要20mm 要不就要買Sigma 20mm F1.4 那支很大支那支又大支又重 而且前面鏡頭的鏡片就隔出來 你現在裝不到Filter 那支的用途是非常專用 即是可能要來拍攝星,不用加 不需要怎樣加,很少說要加Filter 另一個選擇就是Tamron 20mm F2.8 那支小很多,容易用很多 可以說多些用途 但是Tamron 20mm F2.8 當然的光圈沒有那麼大 那這一支不是大很多的鏡身 還有F1.8 光圈大過Tamron 20mm F2.8 很多 這支Tamron 21.8 像我剛才所說 它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尺寸 即是你帶出外面非常方便 你這樣裝在相機上面 你可以揹著一整天,不會太重 還有我非常喜歡上面有光圈環 上面有一個A,就是Auto 那你如果想調光圈 一天領過去,你想用多少光圈 就領多少光圈,多方便 不用轉模式 即是如果你說Sony 加快門速度 按鈕在上面 咦,慢著 故事做了 這個裡面有兩塊 Advanced Asperical Elements 即是Advanced比普通的Asperical Elements 即是防它變形 又有ED Elements 又有三塊ED Elements 還有它有一個XD線性馬達 XD 即是不是那個 XD 的樣子 雖然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XD 的線性馬達就是 以前那些鏡頭 對焦時有一個波打 領領的齒輪 領領鏡片 XD 線性馬達 就是那個鏡片 直接就彈到它需要的位置 還有這個 忘記了說 剛才說這個光圈環 旁邊還可以調整 按鈕還是不按鈕 如果沒有按鈕 就是順滑 拍片 就適合拍片 接著我們嘗試 刪開Menu裡面的鏡頭補償 按Y又算是大光圈 這個黑角情況也算是正常的 不過說真的 現在用數碼相機 你好地地都不會去關掉它 它就算光圈全開 中間位都是非常鎖的 角位就有點蒙了 不過只要光圈收到F2.8 各角位就會清 鏡頭變形情況 我可以說 你除了拍Charge可以找到之外 你平時拍照 你就算拿一把眼尺出來 都應該會找不到 逆光的時候 它對抗光雲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適散是差不多不存在的 就算這張這麼極端 A7R Mark 4 六千萬像素 都是真的 你移動過去 都是只有那麼多 F1.8 還有我真的很喜歡有這個光圈環 不過有兩隻手去用就好一點 最近的對焦距離 對焦距離是19cm 真的挺近的 近到呢 哇 黏在鏡頭上 現在要找些很小的東西去試一試 這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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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巧的 又有一個Sony電 在這裡 不是很適合的 所以小的 哇 因為它的對焦距離夠近 雖然它是一支廣角鏡 小小的東西都可以拍到 都感覺到整個鏡頭 第一個手動對焦環 它的反應還是Linear Linear 即是 就不是不Linear 那些 很多就是你轉動的時候 轉動 快和慢 它動的距離是會不同的 幫你加快 這個就不會 就方便你做這些拉Focus的動作 你看 拉來拉去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反應 我真的 好懷念 這種感覺 20mm 要用來拍Vlog 這麼廣角 也是非常之適合的 尤其是這個F1.4 現在在用F4 現在就領個F1.4 哇 千驚深 波強 甚至乎再近一點 哇 千驚深 多厲害 千驚深 大佬 說到拍Vlog 還有一件事 順便介紹 就是這支手柄 這支手柄 這支手柄很方便 尤其是有遙控 這次是用藍牙的 所以就不用再插線了 還有拍攝的時候 有眼紅燈 不用猜猜一下 在街上拍攝的時候 又聽不到嘟嘟聲 不用猜猜一下 它在拍攝了 它可以拍攝了 可以設定 C1這個按鈕 又可以移動 即是如果你的鏡頭 是機動移動的 就可以用這個來移動 當然你可以 停 亦都可以開始 還有這支手柄 可以調校角度 我現在調校歪了 方便這樣提出 而且按一按這裡 是可以拎它 哎呀 我現在單手比較危險 就是這樣 又可以拎它前面 亦都可以拎回來 應該是雙手的 應該是雙手去拎的 對 這樣可以拎回去 自拍 這樣還好 如果你想放下 把腳拿出來 看不見到 看不見到 留意 這個是藍牙的 所以 你直接不用裝上去 都可以用的 這支 你可以拆它出來 單手真的有點危險 分離了這支 可以變成遙控 可以遙控去拍自拍 可以遙控去拍拍片 尤其是 如果你想拍長時間曝光 那些 直接這個 當作出太繩 這樣用 這支東西 就千多元 如果你覺得有點貴 又有 有一個便宜一點的選擇 就是 只有遙控 就是 這一支 這一支 就是叫做 不知道叫做什麼 對 Remote Commander Commander 這支 差不多 那支 東西的 功能 就是 那支 一樣的功能 可以開始拍片 可以拍照 它有眼燈 這眼燈更大眼一點 讓你看到 是不是在拍片 是不是在拍片 或者你拍照 或者 又是要來用 長時間做曝光 又可以用這支 這支 五百多元 我沒得買的 你自己去找 Sonne 怎麼買 這兩支 兩支 都是說 防濕氣 和防塵 防濕氣 我想 少少雨 都可以 那支 忘記了 這支腳架 它的負重 是1.5kg 所以 它之前 也有出過 這些手柄 但是那支 比較弱雞 如果裝A7 就比較危險 這支 1.5kg 它的鏡頭 不是超巨 它也是可以的 說真的 我覺得它想得最好的意念 就是 除了這個可以調校角度之外 就是 它整個可以 向前向後領 這一個是 非常好的idea 整支 挺實正的 經過這個 Sony專門店 專業的人員 解答它之後 原來那個 沒有電子 鏡頭 都可以用到 就是 它可以控制 相機裡面的 Clear Image Zoom 拜拜 還有 它是電子 但例如 拍片的時候 你可以調到它 是無損品質的 因為它那個 感應器是大於4K 一般的 所以它可以 基本上 就是幫你 這個也可以 手動 你可以按 加減 手動 我之前試過 原來 我們剛才終於試到 為什麼 就是很有趣 你想手動 手動 焦點 它要用一支 有電動 焦點的鏡頭 就可以手動 焦點 但是如果 想用這支 遙控 它焦點 反而 鏡頭 是不一定是電子 焦點的 大家明白嗎 聽得清楚 所以 就是這樣 但是 你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會用一支 遙控 焦點 但是它那個 拍片 可以用電子 焦點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